賴院長他當然非常的尷尬 的確他如同這個 官員朋友瞭解他之前批評 在出選過程裡面批評很多蔡總統的部分 現在都會被國民黨來做文章 這是必然 不過賴清德去跟這個蔡總統搭配 如果蔡總統贏 那就是贏了 如果蔡總統連任失敗 不能怪賴清德 賴清德這個是那個 那剛剛你要副總統對一些特定性的看法 像張善政 張院長對九二公司他有不同看法 他叫大家不要談了 可是副總統說就算 副總統說就不算 總統說就算 除非他繼位 不然副總統講的 包括什麼特斯拉扁 一定是以總統為主 所以兩個主帥很清楚 就是蔡總統跟漢國瑜 這個是很清楚 那當然會被攻擊 但是我想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還有五十四天就要投票 他一定是要先團結先當選 所以我們現在是團結的民進黨 對分裂的這個國民黨 那至少 至少表面上團結了 賴清德也不怕你笑 之前講什麼網軍那國家 你繼續播吧 他也不管了 團結對分裂 那團結的綠對分裂的藍 所以觀眾朋友 你看民進黨的部份庫 在蔡總統的官體 喬了五個小時 其實應該跟他說水電費 這到底跟總統有什麼關係 非常莫名其妙 而且黨主席不是卓榮泰嗎 怎麼是蔡總統在喬 然後這個靠賴清德還有部份區的這個分配呢 他擺平了各個派系 這個我們不得不 因為陳水扁持同樣看法 蔡總統 他把他討厭的人 之前跟他不合的人 通通抓回來 為什麼 因為是團結的民進黨 不管之前有什麼恩怨 他跟蘇貞昌的恩怨 跟游錫坤的恩怨 都不重要了 跟賴清德那些都不重要 通通回來 這非常厲害 可是韓國瑜找副手的過程 還有部份區的醜聞 國民黨是重傷的 因為觀眾朋友他的最大關鍵人我解釋給大家聽 很簡單 民進黨跟綠紅是蔡總統說的算 可是國民黨跟藍的 韓國瑜說的不算 那這樣子韓國瑜就很難選了 因為你國民黨的事情 韓國瑜不能決定 藍軍的事情 他也沒辦法決定的時候 他跟蔡總統所有 因為他本來就是個挑戰者 他手上已經沒有資源了 他講的還不算 那你要叫他怎麼選 所以如果從國民黨跟民黨兩個藍綠的政黨 韓國瑜現在是烈士 不過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選舉 也不是靠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黨員人數很少 民進黨黨員人數很少 真正決定的是所有的觀眾朋友